航班追踪网站曝光 大陆一架民航机切西瓜 禁制飞越金门上空 这般例行从上海飞往香港的 中国东方航空MU505航班 29号被发现在傍晚6点多 直接飞越金门上空 完全没有通知我方 难道是挤压我国治权 就怕成常态 就像海峡中线的默契被打破 对岸又往前逼了一步 近几年蔡英文掌权以后 两岸关系急转直下 又有像裴洛西到台湾来访问 通缉挑衅的这样子的意味 那自然就会造成现状会被改变 蓝军轰就是两岸失去沟通 原有的默契一一被打破 而民航局回应这架航班 疑似是为了躲避危险天气区域 转向内陆偏航 虽然没有进入金门终端管制区内 但大陆航班禁制飞越金门实在罕见 蓝军点破两岸没沟通 关键原因在这里 我想两岸的通关密码就是九二共识 大陆也讲了只要有九二共识 两岸之间都可以谈 为什么要让民进党 把两岸关系搞成今天这样剑拔怒章 危害我们的生命财产 前总统马英九日前在希腊经济论坛 重新解释九二共识的原意 立出两岸和平 反国后向蔡政府喊话 接受九二共识 民进党政府要确实遵照 中华美国宪法 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推动两岸关系 但总统府说 马前总统的两岸看法 是在1970年代的论述 跟现在已经有一些差距 网友痛批没有九二共识 你民进党拿什么跟大陆沟通 蔡英文亲美 结果被叫蔡嘉宾 有比较好吗 他们搞错 我们的九二共识 一直保护台湾的人民 一直保护到蔡英文掌权之前 九二共识完全符合 中华民国的宪法 丢掉的话 我们就丢掉了和平 少了九二共识 海峡失去互信基础 海峡中线金门上空 原有的治权 默契逐渐瓦解 让对岸往前步步进逼 接着张又慈 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